尼泊尔加皮罗位第六里沙加哈瓦村 慈济原建的第一间简易组合屋完成了 全体志工浩浩荡荡来到库西的家 举办入错仪式 为了迎接入错仪式 慈济志工已经提早带着库西和妈妈及弟弟 去选购新衣服 安装桌子 排椅子 挂横幅 大家分工进行 不一会儿就完成了设置 那我们今天厨祭人就来这里跟他一个庆祝 那个厨的欢喜 跟他给他一个鼓励 给他一个祝福 满满的祝福 慈济先生他带着这一带的名 那我们都是祝福他代代功收 看到他们可以拥有这样子一个安稳的家 然后也看到主人家很高兴 然后也参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油气的工作 所以看到大家都一起的努力 然后让安家有一个安稳的家 觉得心里面很欢喜 加比罗魏第六里里长兰吉特 百忙中抽空出席 他感恩慈祭为村民所做的善行 也在墙壁喷上口说好话 深情好事 心想好意的标语 期待这句禁字语 不止留在库西家的新墙上 也能深入到村民的新墙 志工精心准备短剧 让大家看到酗酒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以及家暴对家人的伤害 告诫大家不要喝酒 改过自新一起维护家庭和谐 这个家庭是因为他的孩子 接受我们在学校的一个校服的监证 还有文具书包等等的一个监证受惠者 那间中就来到他的家 看到他的父亲原来是戏酒 那也常常打孩子打太太 真的我们看来是很不忍很不舍 我们实际上就一直有在说服这个爸爸 欠他戒酒 那很开心的 今天他总算戒酒了 那这是一大时事 期待以后他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改变 去影响到他旁边周围的家铃鸡 那也希望他们家家夫妇都健康安详 缔造一个祥和幸福美满的村庄 志工用一家人手语表演和村民融入在一起 也把正言上人的符会红包分给大家 接着把新家钥匙移交给库喜的爸爸 爸爸威斯巴哈费了好一阵子才成功解锁 打开大门带着慈祭送来的各种礼物 让满满的祝福填满家中的每个角落 新居入伙 爸爸和妈妈把饼干和糖果分给大家 和大家一起分享喜悦 祝福他们家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 也把福气带给其他村民 大爱新闻尤尼斯 毕斯努 尼泊尔报导 这种活动的发展 更高的资料 没有放火 在中国没有放火 在中国的区别 在中国的区别 发展文化 我们在中国的区别 都是内蒙人